1月22日A股的收平 今天指数走得非常不好 几个指数都出现了大阴线 空方肆虐 5000多只股票下跌 见过吗?没见过 虽然我们说 A股现在不就5000多只股票 它哪有直接全部基本的都是下跌的 而且大跌的股票是大幅的增加 我们看看 最重最重的重灾趋势 平均股价和中正1000 一度跌幅超过了6个点 这是什么现象导致的 这就是多杀多 市场现在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杀跌 不是说我们小伞杀 小伞基本都在那套 一动都不动 没人杀跌 那是主力杀 主力它也不可能也总杀 我们看大资金 北上资金尾盘都是移动的 盘中也有移动 我们待会再来说这些事 那是什么现象导致这种现象 肯定是强平爆仓的 这是惹祸的根苗 那么如果这个风险 要是不解除的话 那么继续下去将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 这不是说技术分析所能解决的 现在谈技术分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它不是说技术所导致的 也不是说市场自发的 是由于那些急于加杠杆的导致的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必须要马上转变 实际今天这几天 从上周四开始 周四周五包括今天 护身300跟上阵50都是有大资金频繁买入的 我说的大资金都就是国某队呗 是不是都是在频繁买入 而且迹象非常明显 到今天尾盘的时候也是买入的 但是有了点细小的变化 我给大家打开 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护身300ETF的分析走势图 大家看这个地方的快速下跌 完全是护身300的强平仓 它是卖出的 它是绿柱多 这个地方红度特别少 到尾盘呢 创新低之后 大家发现后边尾盘这辆并没有上午的大 你给它看成多日分时 看得更加清晰 这是护身300的三天的分时走势图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我们讲讲这个大资金的动向 你看这天的买入量是最多的 看见吗 这天就是2760的那天 然后呢就是这个位置买入最多 他想把这个指标 这个数字拖到基本就是说 2800点上方一代 但是没有拖住 今天下来之后到这个位置 到尾盘那边不拖了 而且是卖出一拖 这个到尾盘不再多了 这个是个现象 我也想要说的是这个 跟这个一致明显相反的是 北上资金这几天是一直是大幅流出的 但是今天流出的偏少 今天全天最多的时候呢 流出了十多个亿 那么到尾盘的时候 它出现了快速的回升 现在呢 从流出了十多个亿 到流入了十多 它是尾盘的动作 那么内外之中呢 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 我只是说把这个现象 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我看到的 供大家参考吧 我的意见呢 就是这个地方技术分析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必须有外力的干预 这个市场的现象才能转变 如果没有外力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小散户 还是要小心点 但是大家也不要灰心 为什么说不要灰心呢 这个暴风雨 它总会过去 我今天就给大家树立信心的 昨天的周平的时候 我说过 上周的大跌的加速 是三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 各项的统计数据 也到达了非常低的位置 另外我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多项统计数据 已经跟2008年1664 那个历史的大跌 已经非常阶级了 甚至如果再继续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大跌 就是我们小散户的机会 这种暴风雨 它总会过去 它不是自然过去 也是外力干预 它一定会过去 就是这种大跌 给我们带来了 绝佳的盈利的机会 现在我们这样子 就是保护好自己 你要选出的最好的品种 也不用吃大乞丐的品种就行 这第一步是一个超跌反弹 然后才是一个主升 这个时候 我在A股市场几十年了 这样的时候 很少见很少见的 这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竖起120分的信心 要准备做多 这个暴风雨肯定会过去 而且就在近期 不会时间太长 如果没有这种多刹多的现象 本周市场一定见底 那么这种多刹多现象出现之后呢 这个确实很难说 我们就耐心等一等行 但是时间肯定很近 今天就说这么多 明天的10点20 继续直播间见 我们来一起看盘 谢谢大家